保釣號直衝釣魚島 四地齊心阻不倒 啟風二號載著八個保釣成員 同保衛釣魚島的決心 前日突破香港水景的攔截 衝出公海一度失去聯絡 昨天下午阿牛曾建成 自拍一張靚仔照片 上Facebook報平安 但就說前晚風大浪大 夾了四箱蔬果和肉 下海餵魚 要在台灣入貨 立即派出南隊 安慰保釣船隻 安慰保釣船隻 港人當然撐了 昨天就操去駐港解放軍總部 不過班立兵哥還要聽藝人說 連信都不敢接 保釣衛名 是尊人的天子 保釣行動委員會計劃 趁明天是重光紀念日 集合兩岸四地的成員 一起登島 不過你們明都 人家都明昌 日本媒體高姿泰胡言說 海上保安廳已經下令到接保釣船 又說首相野田家宴 上個月尾向自衛隊落命 打制定作戰計劃來自衛 自衛